這不是要綁在你手上的 這要綁在樹上面的 為什麼要種下去 我們就把它種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長大 代表這個情侶 怎麼講 會在海邊受盡的苦難 但是 我跟你可以講多久 什麼 種一棵樹居然可以帶來好因緣 種樹也是種因緣 對 種因緣 種因緣 好奇怪喔 這些熱愛蔬食的網紅們 怎麼會突然跑到海邊來種樹呢 那我們覺得三月份呢 是一個適合種樹的季節 那尤其慈心基金會這麼努力的在 那麼難種樹的地方 讓這些樹可以成活 那我覺得我們理人公司的員工 應該也要盡一份心力 就是在這樣子一個海岸 能夠大家努力種下那棵樹 然後希望這棵樹能夠未來 在海岸當中能夠擋住我們所有 就是這個海岸往後退的 這個沙塵暴也好 或者風也好 我覺得這個都是為了台灣 也為了我們自己 喔 原來是全台灣最大有機 蔬食連鎖商店理人公司 特地號召員工們 還有邀請知名推廣蔬食減色的網紅 在微風細雨中 連老天爺都給了一個 最適合種樹的好天氣 大夥齊聚北海岸 為了保護環境 防止海岸流失 盡一份地球公民的責任 用種樹神器雪寶盆 種下一顆顆充滿愛的小樹苗 你可以兩個人或到三個人 或是同全家大小 一起來合作 種起來這顆樹 那你會知道它會慢慢的成長 然後跟著如果帶小朋友來 那也可以每年過來看一下 你自己種的樹 然後成長 你會有一點成就感在 對那如果是情侶一起來這裡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 假設你還沒有結婚 然後種下這顆樹 然後到你們結婚 到生小孩 那帶過來 我這兩個樹是把它麻種的喔 我覺得還蠻酷的啦 就是一個 有紀念價值的活動 那又可以讓台灣的生態啊 或是土地啊 都維持住啊 保持住 所以蠻推薦大家 可以來嘗試種樹 這個種樹的整個體驗 還蠻好玩的 原本以為 看看他們示範好像很輕鬆 你知道我們種了一兩個 很累你知道 蠻累的 但是整體感覺真的很棒 還蠻歡迎大家 帶親子一起來參加這種種樹活動 這個設計真的超有智慧的 這真的是專家才設計的出來 然後我覺得 像旁邊有人帶小朋友來 我就覺得是很好 就是可以增加小朋友 跟大自然之間的連結 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都在都市嘛 就還蠻可惜的 就是他們可能對這塊土地 是沒有感情的 那透過這個活動 我覺得很棒 就感覺說這個是大家一起精心研發出來的東西 然後就大家都是為了地球好 所以可以一起完成這件事情 是一件讓人覺得很有成就感的事 李愛心來 一二三 人間三月天 種樹好時節 在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種樹團隊的指導下 旅人公司 服業公司 慈樂公司的員工們 捲起庫管 拉起袖子 互助合作 許多人興奮的種下人生中 第一棵親自種下的愛心樹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連小朋友也都不弱人厚喔 謝謝 好棒喔 好開心喔 笑笑 好開心 同仁通常 平常都是在辦公室 很努力在辛苦的工作 其實不太有機會直接到現場來種 所以從去年開始 我們就想到說 應該可以讓同仁就實地參與 然後去採著沙灘 然後手拿著樹 然後用個水寶盆去把這棵樹種下來 我想這對他來講 一方面實踐老師的教介教授 然後一方面自己親力親為 應該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受 其實我們一大早 就是從台北來到這邊 先做現場的了解 然後一直到現場了解之後 還實際先做一個操作 還做一個場地地形的一個說明 之後再等待我們正行的學員 來到這邊種樹 所以其實種樹這件事情 是非常的有意義跟價值 但是我們看到背後 有一群人 一起來承辦這樣的一個 這麼美好的一個事情 愛住種樹 愛種樹 看著一排排整齊的水寶盆 一顆顆嫩綠的小樹苗 一鍵鍵充滿愛的黃背心 一波波的海浪大上岸 在這個種樹的好時候 期盼這些小樹苗 在水寶盆 還有慈心基金會 義工的照顧陪伴下 可以長大茁壯 世代綿延 愛心變天涯 慈心敵人 重樹愛地球 愛樹種樹 愛種樹 耶 記者李佳和新美式報導 謝謝大家